任建新这老头啊 政法委书记 当过政法委书记 当过最高法院院长 山西 这个乡坟人 还活着呢 1925年的啊 马上就98周岁了 快奔100了啊 他管了至少五个单位吧 五个部门 比如说公安部 比如说这个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最高检最高法啊 其实也还真巧啊 他说这个 就是不是他说 是我说 他管的这个五个部门里边 只有最高法 只有最高人民法院 跟我没做过生意 跟我没有什么什么瓜葛呀 这个剩下都跟我做过生意 是吧 比如说这个公安部 公安部大院里边 就至少有我三个客户 像这个机关食堂啊 像这个机关党委啊 像这个机关服务中心呀 然后比如说司法部 司法部在东二环 在这个朝阳门和建国门之间的 东二环的外侧 是一栋蓝色的楼 蓝色的楼啊 司法部我也给送货 然后还有司法部下属的司法研究所 在这个萧云路 萧云里的那个楼群里啊 然后像最高检 最高检的老干部局啊 那是我的客户啊 像这个国家安全部啊 国安部安全部啊 然后那个我也去过 他们那个部机关 那个大院啊 然后有两个下属单位啊 都曾经是我的客户啊 这个说实话哈 也得感谢这些 是吧 这些北京的哈 这个北京就机关多啊 党政军啊 军警献特啊 这些单位啊 是吧 也让我挣了点钱 我还得感谢啊 然后这个人又给提词了 加强保密观念 维护国家安全 李德生 李德生 好像当过中央军委副主席吧 李德生 什么陈希莲啊 李德生啊 好像都是文革后期 好像都是那个 那个比较火啊